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Sean Marion跟Thomas组成了前场的攻击阵线 当然我们看到在今天太阳队的后场方面 还是由Roger Bell跟Steve Nash担任后场的组合 在马斯队方面我们看到前场的一就是Tim Duncan挂帅 另外还有阿根廷的Alberto Bruce Bowen 那么在后场的组合的一就是老将Michael Finley 还有Tony Parker这辆法国的跑车 这场比赛马斯队能否在这个主场把这系列赛给结束 现在就请大家一起跟我们来观赏比赛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两位评述员 邓国雄跟陈振昊 好 谢谢男人的介绍 那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今天的焦点似乎就是在Armaris大迈的身上 上场比赛他因为遭到竞赛 结果让太阳队吞下了败仗 今天重新回来 他自己也讲了 他已经做出了充分的一个准备 因为休息实在太久了 今天会不会是他的报仇之战 我相信从身心方面他都做好了准备 也要做好了复仇的准备 因为上场球赛被竞赛 确实对他来讲也是蛮冤枉的 那么但是虽然是竞赛 其实上场比赛太阳队整场比赛 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占优势的一个位置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马斯虽然回到主场 但确实不好打 因为Armaris大迈回来了 一开始在进去的一个冲撞 就Armaris大迈倒在地上 对 应该是造成马斯兵的犯规 当然现在就是说 他当然很积极的希望能够帮太阳队来影响 而且太阳队是被损一转 不过就是说有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会太激动了一点 在犯规的这个节制方面 他比较没那么注意 这也是他必须要稍微小心的地方 是 平时平 但是还是要用脑子 你还是在左边比较 后仰一个出手 投篮得分一开始 太阳队先拿两分 现在太阳队的比赛开局 就看到刚才萨尔玛的那些强行进攻 跟这次Nex主动的投篮 这样比赛他们是自在闭的 Hugger接到进去以后 给到篮下 Albeto一个反攻插板 Albeto篮下的攻击 真的跟一般美国中锋打牌 真是不一样 你看他是跳带不起来 但他始终这个时间差 都难以了 今年第青赛 曾经有一场比赛 他出手11次的百分之百的一个命中力 彤林帕克尔当然也注意到 他在第五场的比赛的时候呢 曾经有几次的这个进攻犯规 坐在Nex的身上 所以他非常的小心 白国菲尼外线出手没进 篮板球 张团队 他从今天防守 今天压力比较 可能稍微小一点 大狼呢 现在今天在内线 有斯大萊茂跟他联手 上了球赛 他一个人顶登肯 进攻跟防守 都打得相当的突突 但也打得很辛苦 但今天情况又不一样 马斯雷进攻 帕克从左边到右边 中间突破切入 收球上篮打板得分 竞算而且还造成 阿曼斯特曼的犯规 帕克你背看他是后卫 但越接近轮框啊 他的办法也越多 就算是斯特曼 包括像奥尼尔这种中锋在内线 他都有办法对付 这是他最会 在内线得分的后卫之一了 他的例行赛的投篮命中率 超过了50% 在后卫拳当中 能够到五成命中率 也相当不容易 不过在今后赛 他命中率稍微有点下滑 大概四成五左右 我今天一开始是连拿三分 太阳队的进攻 阿曼斯特曼占高位 就单打奥贝特 上篮打板 连进奥贝特保护篮板 对 丹尔尔今天的进攻蛮主动 但是很明显的就情绪而有点激动 力量都太大 丹尔尔就反动 科尔塔玛斯还是负责看守丹尔尔 稍微放慢一点 交给斯丁尼尔尔来发动 丹尔尔尔从右边突破 准备要找阿曼斯特曼尔 这次全部进去 交出来外围 没有走步 给出科尔塔玛斯 发动现在做动作要起身了 交给阿曼斯特曼尔 中键的出手团得分 他的赛前 中键的变得蛮多的 中键投篮 今年三马的命中必确实提高了相当的高 所以他在本身这个打法方面呢 也减低中受伤的机率 今年赛季例行赛82场呢 只要他必须要上场的话 他是全球 又来了 同意哈克一个抛头 已经拿下5分 哈克这一点呢 还是太阳队防马最精度的一个重点 因为内线灯口 外线就是同意哈克 哈克在第5战的时候 只有拿到11分 是他5场得分最低的 今天已经5分了 这次做动作 结果造成了柯汤姆斯的走步 柯汤姆斯其实他跟Nash之间的一个挡赛配合也打得不错 但这球 今年的NBA的裁判 我一直说对这种走步他抓得很厉害 所以球员有些时候真的 整个赛季到打到现在都记得不赛了 还没适应过来 麦田中你也认为 这球有点很接近 波文这次外申出球没进 这球因为不在底线 你记得他在第5场的比赛 关键的一个三分球 大概剩下36秒的时候 到进区两个人包夹 稍微太勉强了一点 不过制造了Obeto的犯规 柯汤姆斯三场发阻线 现在看得出来就是说 有Armastana在场上的话 柯汤姆斯他可以 似乎可以专职就是防守 然后进攻方面他可以多发挥 此时在那些目前的 这个对抗太阳队也根本不吃亏 但他妈在那线他有经验 而且上场球赛 当然能不能打不去 但他妈很多时候 他防奔出来的场合非常好 但进攻方面他也又终于投了 在西区的准决赛 这个系列队 马斯他平均上场了 27分多钟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看到 就是Nash跟Statman的这个搭配 还并不是特别的多 在第五战他上场了36分钟 得到了15分 抓下12个篮板球 所以就double double的演出 前面四场的 当然Armastana也在 所以他分担的责任 稍微轻一点 两防作用 Kurt Thomas 目前为止已经拿下了3分 双方7比7平手 球赛刚开始 第六场的比赛 马斯主场迎战太阳 还是求一的是马斯队 这次从右边翻身 打满分镜 蓝板太阳队拿到 Thomas防灯球还是真的防得很好 他精神地把灯球顶在外面 那是这次跟Statman 第一次搭配的合作 Statman就得分 而且这次Statman在起跳的时候 被绊倒 但他最后还是做了 非常好的一个动静 即使裁判没有切得完 还是要忍住 哈克也中间切入 一个想要打两个 但Thomas没有拿到 再来一下 Alson拼场进过篮板 非常出 真的是拼得很凶 你这就看这些季后赛开 他们摔在地板上 连起来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头上都是脚啊 我要是这球胆子也大 明知道这个篮底线 你看就埋着这么大一颗地雷 他还是照跳舞 命都不要了 哈哈哈 Alson当然在场上的这个 不得防守啊 已经冰场篮板 哇 拼得是非常凶 不过这个球员他年轻 他还蛮有潜能力 白板球是Alson抢下 交给Honey Parker Parker突然加速 在Sean Marion面前 结果造成了Marian犯规 刚才呢 我跟你讲 Pasha爱了这个Sean Marion的火锅 最初一看一对一机会来了 他肯定不放过 一定要炒回点面子 球赛还进行不到五分钟 但是两队都已经开始 患上了这个反正球员 这两队的 所谓的反正球员都很强 太阳的有Barbosa 马斯的有Ginobri 是 今天Boris Dior跟Almar Stalman 都可以上场的话 对太阳来说 他们的兵员比较成熟 对 肯定的人多了 内线的实力大大的提高 第五场的比赛 Tony Parker只得到11分 是他五场比赛 得分最低的一场 但今天现在已经拿到6分 助攻方面 大概每场了 可以有6次左右的助攻 Tony Parker目前 哥人已经攻向了7分了 他在第一战的时候 拿下了32分 Nash过来 包吻手 他突然到篮下 Nash没有出手 交出 重新再一次 外线 Rajabell这次三分球没进 对 我刚刚对出手 Rajabell有点 太勉强了 对方的防守很 根本没有给他控到 Sean Maren 手Parker Alson过去掩护 回给Alson 右边上篮插板 差一点点 Alson这球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运一步 因为起跳太远 对他来讲他还没有这个把握性 Sean Maren在第五战的时候呢 也是各种角色都必须要扮演 所以他也打出了45分钟以上 中间突破给出左边 两个人合作第二次成功 是 在这个突破分球的这种情况下 Sean Maren接 在这个Stama接这个Nash的残球啊 我觉得他是非常熟练 他就知道什么时候球就会到 他似乎随时在准备 接Nash的球 这边Ginobili拿球立刻出手 Ginobili也是马斯队 在进攻方面的一把利润 他在第五战的时候 立下了汉马 得到了26分 这火锅扫下又拨了进来 哈克相当快速 叫个右边也空打 低脚 低脚的第一发 哦 差一点 还不到最后36分 再一次给他 走步 博文这球自己有点 自己把自己给搞惨 你说这球是那个投篮机会 但你认为 你觉得把这节奏慢一下 不投篮 你就别再做其他动作 看刚才Nash靠博文 博文这球防得聪明了 他判断好Nash要做什么动作 他躲开了 博文由登层过来 普防直接把Nash的球也封下来 马斯队防守的 这个能力确实很强 军当层在第五战的时候 单场有五个火锅 而博文在第五战也有四个超级 这一次短程到篮下 被封阻下来 当层第二个火锅 不过翔美瑞拿到之后 再出手投篮得分 哇 两边一个是擅长进攻 一个擅长防守 这方面教练要叫战区 看来在进攻方面 他还要部阻一下 当目前为止 马斯已经送给了 太阳队有四个火锅 但是双方拼斗 确实相当的激烈 13比13平手 第一局就打得非常的凶悍 试试一下 当目前为止 这是Bruce博文的滑球命中率 是反之百 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二战 双方在这个系列当中的拼斗 看到第四战这个 Rob Oryon的冲撞 才是最大的一个影响 那两边的板正球员都上来 但是 最后裁判 最后呢 LBA总部呢 决定 这个 寄出了这个处罚 阿玛斯塔曼尔跟 Boris Dior 是竞赛一场 而Rob Oryon就竞赛两场 这场比赛 Oryon还在竞赛 执行当中 第五战感觉起来 两边 其实 就比较节制 这个身体 肢体的这个冲撞 或者是 这个 情绪的发泄 比较少 今天也应该是 怎么讲 就是说是 真凭实料 来拼战 给Dunton今天 第一次得分 其实Dunton今天的 命中率不太很高 所以在内线方面的 Dunton当然 外线因为 他才是发挥了不错 但是在太阳队方面 今天明显 这个情绪还是 我觉得有点 有点急的 包括 Bel之前的一个 一些进攻的投篮 也同样包括 这次的一个 掩护犯规 在Bel虽然今年入拳 最佳防守的第一队 但是这个 这个动作 有点像Rob Ory 这个身体 先绑 这个动作 所以这次裁判一催 他也知道 自己确实犯规 哈克这次没有身体冲撞 但过不了 阿玛斯塔曼尔这一关 Fabosa上场 相当快 Mess在右边 跟Startman 沉底 高调给他 三个人包脚 赶快交出来 Fabosa第一时间没有出手 带了进去以后 Fabosa上来插板 Dunton Fabosa很多不安排里 出牌的这种打法 确实让保守很头痛 已经两个人包脚 他照样出手 不过这个系列 以及 他的Dunton 情况比较稍微差一点 毕竟他平均远场得18分 这个系列 他平均11分 Tenobili 过人传球相当漂亮 但Dunton没准备好 传队稍后面一点 很快的这边上来得分 对 你看到海洋队 这种后卫方面的失误就要命 海洋队一拿球 就是快攻的反击 海洋队现在17比15领先 两队差距不大 你来我往 Tenobili 这一次 Tenobili 球滑掉 发生失误以后 巴布莎又是一个快攻 一对二 稍微慢一点 突然面对一对一的情况 背后运球 巴布莎身体 抓开来 再来一下猜点 球出界 当然 他认为自己的高度 要比帕克高 一对一的机会 要攻到篮下去 因为他最后的身体 靠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这打盘的角度没找 巴布莎也确实相当敢打 看起来就是 前面五场比赛 得分稍微偏低一点 但焦点任务并不是他 今天可能教练也示意他 充分的发挥 Stardmeyer现在 已经拿到八分了 是 轻体调整不错 开局打得有点激 但之后呢 这个投篮的感觉 找到以后 中局跳投发挥的 在犯规方面也蛮节制的 目前只有一次犯规 Tenobili跟Downton搭配 Tenobili自己挺身 左手抓到进攻篮板 再上篮 可惜没进 Stardmeyer抢下篮板 哇 Stardmeyer对太阳来讲 真的是非常重要 没错 内线站稳之后 这个赛阳面内线的实力 就不一样 背后Pasio 给Stardmeyer 没有差一点点 远距离篮板 Tenobili拿到 Pakr自己单场匹马上篮 造成 Babosa犯规 Pakr今天确实打得蛮积极的 之前有得分 当然也是有爱火锅 但不过是机会的话 他还是全力不给对方 施加压力 他的推进速度相当快 看到Babosa 哇 下手相当快 把Babosa这个球 在第五战的时候 也曾经被判一个技术犯规 Pakr在前一天 刚满25岁的生日 目前为止 这场球已经拿到8分 今天是罚四重四 这已经是他在季后赛的出赛的超过90场的这个比赛 在25岁之前能够在季后赛出赛90场 当然跟球队战绩有很大的关系 必须要打击季后赛 而且季后赛要纯活久一点 不要交个九边Nash 这是Alson手Nash 碰出来让Nash可以单打 长人Nash Nash转身 这次发生失误 这次全力太过靠前了 很快的交给Tony Parker 一对一 Pakr没问题 Pakr已经攻下11分了 现在目前马斯队半场的防守还是防得蛮轻轻的 双方再度停手19平 远距离了一个上篮 把Bosa这次角度控制很好 是 而且他最后那种上篮很诡异 你知道 因为这种上篮的难度相当大 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在玩球一样 那他是有把握的这种投篮 这些怪异伸手呢 在季后赛当中我们看到 Babosa是其中一个 另外这个Kiri Lanko也是其中一个 平常人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他们都能够做得到 双方现在19比19平 Babosa这次上篮 然后太阳队 双方差距并不是很大 太阳领先2分 回到ESPN 看到这个Juan Van Gundy Shiton火箭队的总教练 现在已经跟球队达成了 就是离职的一个协约 那协定 那么Shiton将重新来寻找 他们的新任的总教练 Juan Van Gundy 现在也要转任 担任这个电视转播的这个球饼 我相信他当球饼没问题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 这种学院派的 所以这个理论方面 肯定会更强一点 对 在公开的场合 当然还是非常的感谢火箭队 给他这个四年的时间 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那 现在将转任这个球停 当然这个 随时马格里到目前为止 命中注定 今后赛的第一轮呢 就是没有办法取得竞技 都停在第一轮 在开场这场比赛 双方平等级的Shaw Merriam 还没有发挥 在平抢篮板球 哇 真是太阳队 他那些拼了 Shaw Merriam跟 阿隆沙拉玛 两个人呢 马斯队三四个球员 都抢不过他们 当然现在就是 就太阳来讲 他们在第五场的比赛 只用了七个球员 而Pep Berg上场时间 非常的少 Ginobili抄劫 半路篮下 自己带球一打三 不容易 自己停球擦板 这车真是有信心 我认为他不该这么投了 对方三明权在退防啊 真太有信心 太有信心了 当然第五场比赛 他是拿下了26分 是马斯得分最高的球员 对 第五场比赛 需要得分的时候 他真是能挺身而出 好 目前为止 他在季后赛的罚球 最近18球 全都命中 100%的命中率 最近三场比赛的罚球命中率 100% 前半人这球起球的时候 球没有控制住 球没有拿稳 刚迈回来之后 Merry会不会有点 松懈还是怎么样 发挥空间稍微小一点 目前还并没有找到节奏 包括这次到左边踢脚也没劲 球没有抓上篮板 不过Merry自己知道 先从防守 以及敲截这方面来努力 对 其实他防守能力也很强 篮板能力更强 他篮板球一场都吃吃几个 就像人家身高60 1070的球员一样 Merry在左边 把Mosa控球 这时候Nash稍微休息一下 James Jones也上场 把Bosa这个传球 造成了一次24秒的进攻伪力 对 目前 之前呢 其实也看到 下场队就算在Nash的场上的时候 面对对半场防守 进攻也不是打得那么顺 所以现在Nash下去休息的时候 把Bosa就要担负起这个责任 其实这时候我觉得有点脚球伪力了 好好要舍着这个脚应该是已经碰到 对 1分20秒 第一节的比赛 双方21平手 Nash应该坐不久 同时现在看看 是不是要把这个第二呢换上来 果然不错 双方最大的差距就是6分 还好这球先走不了 要不就是进攻满根 Lison脚底下的灵活度啊 还是差一点 今天Lison上场的时间 比Bosa还要更多 对身体冲撞 预计这场比赛会更多的情况之下 让Obeto的上场时间稍微少一点 对 Obeto毕竟就是说 可能这个时间一久啊 他的速度跟节奏就可能会有点不少 Lison年轻 但他欠缺就是一些技巧 和他一些打球的脑子跟经验 第二面对Lison的防守 对面有突破 到左边第一脚 外线出手 突然得分还不错 太阳队的命中率 对 而且Lison这球上去补防 还是有点给对方空间太大 不要是外线的射手 Raja Bell这场比赛获得4分 到目前为止 还有50秒 第一节的比赛 Ginobili右边两个做掩护 Michael Finley 自己持球比较难以进攻 可以传给右边 不过至少制造了Raja Bell的犯规 Ginobili的这种突破的破坏性 确实不太强 就算Bell是防守很强悍的球员 但最后Ginobili 他的脚步的幅度很大 特别会靠过你的身体来上来 Ginobili在第五战的时候 他的下半场就拿下了22分 而且在第五战 第四阶呢15分 投市中三罚球百分之百 罚期中七 调部前文指 在这个系列当中呢 已经连续罚进了19球至少 等于是说从第三战开始 他的罚球命中率百分之百 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刻的Ginobili绝对是不会手软的一个球员 他对自己的信心非常强 而且好像越关键时刻 他的这种动智会越旺 这真的是这种南北球风的很狂野的这种打法 就是我们看到马斯在对第五战的表现就是这样 第四节的时候他跟金丹丹丹两个人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 很难以撼动 远距离篮板又被Brenberry拿到 Brenberry这个系列打得比较妹一点 不过仍然Brenberry只让他上场 这次指挥做最后一几 当然现在太阳队应该是还差不多有五秒钟左右的进攻时间 Ginobili持球中间 自己收球要出手投篮 要不要逼上去一点 Shawmerry三门外线 Ginobili这次没进 篮板还有八秒 所以太阳队最后一波进攻 这球是属于战略性的范围 先不让他有把这个进攻的速度能够带强 这阵子Nash没有在场上 太阳队的进攻稍微感觉并不是那么的顺畅 Babosa Nash也认为Babosa应该是OK没问题 只要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Dior要上篮时 这球是判了Dior在起跳之前 已经是有了走步伪劣 马兹队3.2秒 还有一个次进攻权 而且现在马兹队半场的防守 一个呢他们防守的合作性别 其好很多 另外一个老实说真的动作也很深刻 所以讲这是季后赛 我不想让任何人越过的朋友去灌 所以这些防守的动作很深刻 Parker当然这球可以稍微再近一点点 不过无论如何在第一节呢 两队是拼着你来我往的一个局面 最后是平分球色23比23平手 精彩的西区第六站锁定ESPN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ESPN ESPN为您带来NBA篮球赛 也看到了许多NBA关怀您的关怀青少年朋友的一些社区 跟慈善莫凡的活动 托尼 Parker 当目前为止第一节拿下了11分 NASH只有2分 NASH有4次的助攻 这是两大后卫之间的一个比较 NASH现在 在第一节的后半段 大门时间他坐在板凳上 躺在板凳上 躺在板凳上 这他的习惯动作 因为他背部有伤 但是第一节比赛确实看得出就说嘛 马斯对总体来说 他们的防守还是蛮成功的 第二节一开始 Tony Parker左边底脚投篮得分 Tony Parker苦练中距离跳投 而且Park这点 太阳内真的要小心 因为Park如果这点打开 其实在内线跟从这点就更容易发生 另外还有 不要忘记外线还有减多不离 马斯如果零外合 当然太阳特别的注意 第二在左边 交给Sean Marion 左边底脚明镜这球 现在太阳内几攻却就能问 一点站不起来 他现在需要上来 对 他会在外围 把波士还不要贴上去一点 过人传球 最后的左边 Bren Barry外线三分 差一点 所以Berry就在等这个机会 可以继续再尝试一下 这次James Jones做动作 带一步近一点 两分球也好 当然太阳队也是 在面对对方 很强的办法保守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要找一些 这种激动进攻的机会 特别是打对方立足未稳的时候 他们肯定对护脑会更好 就像刚才就投篮 太阳队现在已经有七名球 得这么记录 第二不错 半路拦截下来 Battle 陈底球方失误 这球 第二在协防了外线之后 马上是收回 收回来内线的协防了 双方队有六次的失误 在第五战的时候 太阳队多了两次的失误 罗杰贝尔拿到外线出手 图篮得分 太阳还在 而且现在取得两分领先 是 所以可以说太阳队不是一支光辉进入的球员 其实他们的防守刚才看到的 也是相当出色 罗杰贝尔攻上了六分 吉诺比利脚步不是很稳 不过稳住之后 这次上篮球还是弹得进去 吉诺比利这个左手 怪侠 他进攻有些时候的手段也非常诡异 相当有灵感 而且有创意 罗杰贝尔也是一样 今天南美的球员的互别苗头 对 南美的篮球球服 跟他们的足球球服 还是满阶级 有创意 然后这个 一般没办法想象到的是 哎呀这边 法国也不差 法国也不差 这些都是足球踢得很好的 一个对上对方三个 罗杰贝尔这些球员造成了 减多不利犯罪 罗杰贝尔根目前为止 对人已经攻下了15分 双方还是平手的局面 确实是四军力的比赛 29比29平手 罗杰贝尔拿到15分 他季后赛 剩下单场最高得分的是33分 所以帕克上场球赛打得比较闷 所以也是使得上场球赛 虽然他阳队阵容不齐啊 马斯队打得也蛮辛苦 如果帕克这里打得好上场球赛 马斯应该还是会占比较明显的优势 所以今天这种比赛 帕克回到了主场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种比赛 他卯如了拳击的 所以这场比赛 他们也要想尽一些办法拿起来 因为如果这样的球赛 马斯队出 第七场可又是回到了凤凰城去打 把波斯塔到目前为止 个人攻下了七分 这是迈克·丘尼的弟弟 丹丹丹丹丽 把波斯塔两次罚球都罚紧 今天太阳队是比较完整的一个阵容 果然对上马刺 他们也很快地把第五场的这个不愉快地给抛开 而且积极面对这场比赛 军章克拿球 章克现在发挥还并不多 大布林包夹压住外围 帕克外线中距离 哇 帕克17分了已经 今天上半场帕克8分 内外线的结合也打得非常合理 头九中六 罚球是百分之百 巴布莎一位巴布莎得分 现在是8分 这球明镜 兵力抢上篮板 在三分线之外 马刺今天暂时不需要靠三分球 而且现在马刺 关键是阵地进攻有内外结合 快攻的一些个人的这种 机会型的那种进攻 他们也打得很坚决 章克上了11分钟得到10分 包括两次罚球 可是他们是过去掩护 小出来 从右边突破 在弹球罚掉 被帕克给敲走 帕克拨了一下 这一次直线传球 再交出来外围 金奥比利脚步先动 太重了走步 现在太了很多 奇迹球 金奥比利在外线倒是有一个很好的空档 可以偷篮的 反倒是裁判的哨音 将这快节奏比赛稍微暂停了一下 休息一下 the power 五月天纪念组全家特卖中 快乐就该尽情分享 收到日月国际里去了吗 喜欢吗 记得受难有限 时尚手机得你哦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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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播 宽皮雙中年 二妹一妹 我爱你 7日起到6月底 安装宽皮上网 二妹一妹 一个月只要520元哦 还有机会把 Wii提多样好礼 带回家 快播 爱你专线 2927 588 上北大 六星级豪宅规格 新名价格 铁值第一 乡胜第一 勇夺北大客区 乡胜第一 许多人在上北大 找到满分幸福 越次八千名喜 买大三房 新鲜实现豪宅梦想 欢迎第一次入住 上北大 8672 0-0-0-0 别面九号球巡回赛 卫视体育台现场直播 欢迎回到ESPN 看一下到目前为止 现在马斯特领先两分 差距不大 不过Tony Parker真的是 今天到目前为止 引擎全开了 把过小宝车 就看一下 其实 帕克最重要一条 就当他在突破的时候 你第一步就可能 你要上 上步防守 不要让他有突破的空间 你一旦让他有空间 启动这个跑车的那个速度的话 那你就很难防 这个系列 他过去无伤比较平均得到19分 今天上半场还没有结束 已经拿下了17分 而且命中率相当不错 对 而且今天他这个中距离 比较让令人担心的中距离 今天他命中率也很高 是 变成很难防守 他如果你没有逼上去的话 他就跳外线 然后他 你逼上去 他就过人切入 对 可能这样的话 就要想进去办法 减少他的接球 上半场 还有8分多钟 Nash在这个上场 Stardmeier跟他搭配 从中间给出来 外围 给Stardmeier 稍微远一点 自己运球 切入到篮下 抓到进攻篮板 Stardmeier再抢 又被他抢到 倒在地上 要叫暂停吗 彩盘哨音响了 可能是马次雷的犯规 可能是看到Obeto的犯规 来看一下最后的判决如何 我们再看一下 内线 Duncan跟Obeto也在通计保护篮板 当然倒地以后 还在抢球 这球Obeto确实是 有点压过去的动作 所以看到Obeto的犯规 这次我们再把Elsa给换上来 Obeto三十分 也是 小Marian右边放个冷箭 这球没进 可是他们是过去拼抢 拖了下来 还被Marian Marian跟Pakar 拖发拼抢 又Stardmeier 哇 哇 Stardmeier抢到 交给Marian 小Marian 瘋了 拖了这个四五个人都在地上抢球啊 Nice 交给右边 James Jones 哦 右边底线 破网得分数是个三分球 这个三分球来的真是不容易 太阳底完全真的是靠拼紧把这个球权给拼回来 双方两队这场比赛第一个三分球 在第二阶的时候才出现 而且相当困难 Pakar跟Bunker搭配 Pakar给出 这是给Gelson 还并不是很理想 交出来是对的 哦 Pakar果然外线投机 神车 Pakar在外线是神车无比 台阶得到19分了 投石中期 Nash 球出界 进攻时间还有16秒 Alson碰出了界外 现在呢 在Nash突破的时候嘛 C球研究说 他们是有一点先防 但在先防通过 他们也不露自己的路 这个也是好像吧 C 就面对太阳队整个进攻 他们一个防守的一个策略 确实防得不错 Mash 大布定 然后交出来外围 James Jones现在手感不错 果然再来一个 这是左边45度 今天就作为替补上来 命功率相当高 当不前为止 他对投三中三 已经拿下了7分 Pakar19分 那马斯对其他队员 加起来16分 Pakar再来 地板球 这样的Pass Pakar助攻一次 Pakar刚才联系队分以后 吸引了对方的防守 对球吸引对方两名拳之后 又来个助攻 Pakar这球处理 他非常合理 那是助攻给 阿曼斯特曼尔在乱军当中硬上 再跳起来 球出界 被Alson碰出了界外 太阳队的球 在内线现在强攻也不见得占优势 因为有Duncan 有Alson Alson有高度 他虽然经验差一点 但是在篮下 他是能 能跑能跳 身体也很好 而且有高度 现在看太阳队的进攻方面 会不会稍微 稍微有点改变 那其实现在 James Jones的手感还不错 果直接传到内线 阿曼斯特曼尔造成了 Alson的犯规 斯特曼尔要罚球 我今天确实 虽然是让 斯特曼尔这边的 这个命中率不高 但是Marcy也付出蛮多代价 确实 包括了阿曼特犯规 现在阿曼特犯规 阿曼特三次犯规了 斯特曼尔战胜罚球线 他当初线 只能到八分 抓下六个篮板球 今年球季 他的罚球命中率也有进步 所以以他的命中率来讲 今天命中率真的是第一人 所以还投四阵 倒是罚球还不错 今年他入选了NBA的最佳五人第一队 斯特曼尔 而且太阳队有两个球员同时入选 再加上Tim Downton也是 今年的最佳五人都在西区 再加上德恩·诺维斯基跟Kobe Bryant 其中央比利也随时准备要上来 巴布莎 这都是最佳第六人 两只罚球都罚近 斯特曼尔目前攻上十分 太阳队领先 在这个时候是马次队叫出了暂停 上场还有六分多钟的时间 只有一分的差距 太阳队暂时领先 休息一下 现在又面临类似的一个情况 目前马次三比二领先 而听张康率领的马次队 现在又准备 要在这场比赛的 在主场关门 不过现在落后一分 在联罚球赛的一半 因为平时离开 因为是担心的 队里面在树上的 队里面在中心 队里面在召唤 那是担心的 队里面在队里面是 正好 开始队里面的 上海 所以球员的这种心理建设应该要建设到怎么样的 层次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点 确实对马斯队来讲他们真的很不希望呢 在打第七战到凤凰城去打第七战 因为第七战是到客场去 而且那个气氛 现场的球迷的气氛 就变成全民公敌 那根据在凤凰城呢 就是说昨天早上呢 有一个广播电台呢 做了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调查 就是说他问的问题是 你认为现在世界上呢 最恶毒的人是谁 他举了三个人 一个是罗伯奥瑞 一个是鲁斯波文 另外一个是沉默的高雅那个汉尼拔 杀人魔 结果第一名是罗伯奥瑞 占了百分之六十 第二名是鲁斯波文占了百分之三十 汉尼拔竟然只得到百分之十 这个马斯队来讲明前比这个杀人魔还要可恶 还要恐怖九倍 最可恨的人 最恶毒人 这当然是只是在奉王宇 对对就是 只有在奉王宇 一个调查就是 刚才两发终于38平手 再回到比赛场上 Mash交出来外围 可汉尼斯一看对话没压上来 中距离操头把握住了 对 处理机会啊 汉尼斯的节奏中心的掌握很好 所以你们再快 他又是打自己的节奏就对 而且最后他选择的 投篮有个时间差 汉尼斯已经攻下了五分也不错 当时拿球 一对一 汉尼斯手踏 已经被过了 结果一个拱手得分 刚才打汉尼斯呢 有些时候还真是要用一些 平活时间速度 光跟他顶着 老师汉尼斯要不差 当时目前拿下七分 四个篮板 哦 两可一分 阿曼斯达尼斯今天命中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今天他越靠近来的话 他命中率越低 真的就是像 也许吧 就是说今天已经憋了很久 因为我就说他力量已经用狠了 所以你在用力量的时候 这包小的对抗 最后的投篮 可能对手上的感觉就不是太好 每一球都传给斯达尼斯也不对 最后发生了事 还好 巴布莎半路拦截 Nash过来 波文手插 波文身手 没有犯规 对手快点比较不得给超级 过去做掩护 以后Nash 今天蛮少出手的波 对手没进 陈奥尼斯抢上篮板 这些人还是拼防守 他们在第五战的时候 对Nash经常是包夹防守 当时在右边这次 看这波的进攻怎么样 他往下手 但是犯规 这下手也够恐 要犯规是绝对不让你有机会 去拿三分 而且最好是把你手打到发麻 拔球都拔了没感觉 看他们 还是用身体在顶灯肯 这球下手呢 这球还是被台外拍了犯规 对 这有犯规 敲这一头 对手确实犯规 是 其实他顶得已经不错了 也不错 而且太阳队因为今天把 最外先命运力蛮高了 包括超级帕克这一点 所以太阳队对于 登克这一点 并没有形成协防 并没有形成包夹 那在第五场的时候呢 之前有一段时间呢 也不协防 但是让登肯打了 开了局面 后来是有效 后面开始协防了 虽然解决了登肯这一点的防守 但最后还是让某个投进了三分 在上场比赛呢 21分11个篮板球 那已经是连续 最近的八场的这个季后赛呢 都是缔造20分10这样的一个纪录 20分以上 其实10个篮板以上的一个纪录 今年季后赛的罚中命中率 63% 今天罚三中一 哎呦 两次没有罚进 不过抓到进攻篮板 听登肯准备要挂篮 球没进 哈哈 Startman也是影响 跟最后的挂篮角度 所以Startman虽然说 自己命中率不高 不过在篮下还是有他的 最后还有十五 最后就准备要回给Startman 这一次Nex传给他 没问题 篮下塞进 而且Nex很多时候 传给Startman的球啊 我认为有些时候 就有点像困难球 但是Startman还是能够接住 这一次传到篮下 听登肯已经来不及了 当成突然空了 双方你来我往 现在又是平手 这样比赛太清楚 互相都不让对方有惨戏的机会 Nex再带过来 稍微太急了 赶快跑出 第二这次并没有出手 在座掩护 剩下九秒 出界 好 巴布莎这次出界 发生失误 好 四分之三秒 上场比赛 42平手 所以刚才看马斯利 他真的补防啊 斜防啊 跟轮掌换位啊 真的是没有给太阳内什么空洞的 看马斯利这个 奥尔森的防守也跟上 好 这球踩出底线 奥尔森下一条 以为谁要翻过 告诉奥尔森这场比赛 受到教练的重用 几乎都在场上 因为奥布莎三次犯 对 你记得在第五场 后下半场的时候 经常就奥尔森跟奥布莎都没有在 就变成是 也有一个小球战术的给打扫 那一场四管这样 奥尔森突然转身 挂篮德芬 但是这球背后的感觉好 他觉得斯丹尔森的重心是压在他身上 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转身 斯丹尔森的防守重心都没了 奥尔森德芬到两位数 奥尔森 胡斯波文守得蛮外围的 斯丹尔森进攻 奥尔森守他 找Nitch 结果斯丹尔森跨步上篮时 准备稍影响了 应该是麦克尔森尔森的犯规 其实森尔森这球道不需要去犯规 看一下刚才登肯 他这个叫背后的这种感觉 就背对篮进攻 这个中锋的这种打法 就你背后的感觉特别的灵敏 所谓的灵敏 就是你要感觉到这个防守人的重心 是在你的左边 还是在右边 所以这球他一感觉到 斯丹尔森的防守在他左边的话 他用手边直接转身就倒了下去 那特特蒙尔森呢 重心是不是就说 基本上他断在中间 宽的 他比较宽 感觉不到他重心到底 因为他 克尔森尔森的防守的重心 压得很低 所以他整个防守的那个面积也大 而且有些时候呢 你在背后防中锋的时候 你防守圈有建议的话 你叙叙叙叙叙 实际上给对方一点感觉 实际上又突然之间又拖开来 让你感觉不到 到底我在 你什么地方防守 这就是防守的这种 深受的难念 本来就不够凶了 可能跟Thomas待会儿马上又要再上来 看不清楚Darnka已经攻下了13分 Nash指挥 拉开来 分离手他Nash中间突破 背后传球是大马场的 哇 哇 Nash这球传得太高机了 这完全是陪他趟往自己投后传的 这就是靠感觉跟Thomas之间的默契才敢传这种球 今天最佳进球 这球也让马斯队总教练呢 Greft Palmer看了傻眼 这次背后传球 Stammer来一下灌篮招分 哇 观众看了大呼过瘾 刚刚看到这个Stick Nash跟 阿玛尔Stammer搭配了这么精彩的一个灌篮呢 就是最高兴的 然后应该就是太阳队的合伙人 I think you just have to use the subjectiveness to all rules just like all laws are And unfortunately this one has really got out of 10 consequences But it is what it is 当然对于这个 在第四场比赛呢 那个Rob Alvarez的这个冲照 Steven Nash那个动作 那当然这还在讨论 就是说到底这个联盟的这个竞赛的这个处分呢 到底是不是公平 当然公有理 不说公有理 两队都各有自己的立场 不過David Stern他还是认为说 应该要照规则来走 就是你 反正全文就是在这个时候不能够上来 你一上来 不管你是主将 或者是副将 就是要被处罚 就是规则这样子定 所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人人平等 他自己律师出身了 我们也看右下角的比赛 取到比例外线出身 三分球投机 马自再度取得领先 马上欢迎颜色 所以相比较确实相比较 两队实力也相当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会有这些精彩的一个竞赛出现 今天至少不管谁胜谁 到目前为止 呈现了一场高水军的比赛 相当出色 左边底脚外线 别人看守 篮板分离保护住 Razabelle又几次出手 投进了这个情形 马自立领先2分 还有2分钟上场结束 Pucker突破 切到篮下 换成左手 再拼抢篮板 Duncan抓到进攻篮板 交出外围给Chenobly 做到中间 背后Parse 也来一个给Duncan 篮下捡稳 打板但是被Stammer盖火弓 Duncan不放弃 左手放进 还是好球 是 Duncan就有这种办法 你看 他虽然给你挨了火锅 但他这个球还是在他手上 他还是可以把球投进去 所以在这种高水准的竞争的情况下 其实两队都发挥了更高的一个所谓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 你要碰到越强的对手 你的潜能才会更 竞技状态才能够激发的更好 今天这场比赛 两队是用这个球技的 来分布一个高效 对 最大的受益的就是球迷 球迷 超到之前Nash才刚刚一个绝妙好球 一个背后的Pass 但没想到Chenobly 马上回进一个这个背后 尝试你看 但Duncan不放弃 是 Duncan这球虽然挨了火锅 面对对方三面拳 但他还是可以抢一下进攻篮板 左手共手 马斯瑞领先四分 这也在第二阶 算是差距比较大的一刻 Nash第一球没有罚进 第二球罚进 双方差三分 Nash这场比赛 目前为止有攻下三分 Duncan在第二阶 进场有13分 换到右边给Bruce Bowen 传出来给Brenberry 做一个单档掩护 可以回给Tin Duncan 不过Brenberry自己出手 没劲 蓝板Nash抓到 防守到了对方重点人物 Nash到进去 中间空气 Sean Mary 飞成灌篮 所以不进球也好 怎么样也好 马斯特半场防守的这个阵脚 必须要站稳 这个是马斯特最重要的一点 不能够让太阳队他们的速度发挥 因为现在等于说 没有让太阳队的速度发挥得太好 所以这个没有给太阳队的真正的这个特点 能够发挥出来 Nash单场已经有9次的祝国 Mary目前攻下4分 卡克 球面运好 不过拿到球 再几身至少造成了 Sha Mary 犯罪 卡克在篮底下 好像应该 他小时应该是先打中心的 就篮底下 他在脚步动作 还确实被他跑一半 这球 球被打掉 所以这球并没有走步 再有假动作 有点走步 这球有点走步 右脚好像中心脚 对他右脚中心脚吧 对 那对抗以后他右脚有点脱步 所以前边人还是有点不太满意 去年 帕克罚球命中率百分之百 罚五重五 这上半场 第一次没有罚进 上半场还有差不多50秒的时间 本来马赤领先4分 但太阳队很快的 现在又追成只落后1分 邦肯过去安慰一下 Tony Parker 两次罚球没有罚进 邦肯抓到进攻篮板 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到 邦肯不是光嘴巴在安慰 没关系行动还支持你 你发不进 我还是抢到篮本球啊 Tony Parker上半场19分 已经是表现非常出色 还有47.1秒 双方只有一分的差距 上半场两队拼斗激流 而且体力充足 稍休息一下 马赤领进攻 Trucker 球丢掉前半哨音响了 好像又造成了 Marian吗 还是Statama的犯规 好判的是Statama 个人第二次犯规 所以防守说有时候自己要忍住 就不能够随便动手 毕竟是防守的一个规律 还是你要多动脚少动手 哈哈哈 他也曾经在这个系列里有一场比赛呢 有犯规麻烦 最后上了时间被缩减到差不多20分钟左右 Statama还走下来很不甘愿 跟对方的一些球迷还有点眼神的那种 不是交流 完全是眼神的对抗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马赤 就是圣汉诺尼奥的全民攻击 因为他之前也曾经公开批评过 这个 就是肮脏的球队 而且点名的就是 这个Buspoven 跟Manu Genovic 对 到这一次 Toni Parker两罚都进 Parker上半场攻下了21分 马斯队现在领先到3分 过太阳队有进攻 最后一次的就是进攻机会 Nash加快节奏 Show Borstiel 稍微勉强 不过 财队稍微响了 看了犯规 有点声音慢 他最后是看登坑犯规吗 登坑不敢相信 他都在跟Manu Genovic讲 最后我也犯规了 他不是跟裁判讲 所以绝对不会被判技术犯规 身体的接触啊 只能够这么说 你要看到登坑来补防 他有点 没有信心 他自己的身体都有点转过去 还有23.2秒 上半场Duncan拿下了15分 有两次的犯规 这时候退场 Borstiel今天状况也并不是特别好 但是金默还觉得没有什么信心 对 到目前为止Borstiel 今天是太阳队上场的球员当中的唯一还没有得分的一个人 好不容易靠罚球的开张 还有20秒 马斯绝对要拖到最后一秒钟才会出手 对 一定要Pucker去启动 对 绝不让对方再有进攻的机会 对方可能这时候做板凳 应该是Toni Parker 包能上来掩护了一下 Pucker 球差点丢掉 先对自己的地奥 地球地奥防Pucker防得不错 这是上半场的比赛 高一段地主 山南达马斯队稍微领先 比分是53比51级领先 两分的一个紧张的一个局面 Toni Parker在上半场攻向了21分 另外听Duncan攻向了15分 最后一刻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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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么生气 他对罚球 两次罚球没有罚进 觉得并不是很满意 因为罚七中五 最后希望上半场能够取得领先 所以那个罚球也蛮重要 现在只领先两分确实是还不够了 下半场还必须要靠这个防守 利于不败之地 当然同时要更加积极一些 这种比赛本来就是肢体冲上会很多 而且非常激烈 特别阿拉斯大迈又重新的在